瑞穗香生活美学协会推动社区营造产业 有感于近年来地方导览解说人力消退 而限缩地方的观光发展服务 特别争取开办9堂课的导览解说演习班 吸引了20多位旧与新知来参加 而第一堂课是由花莲知名文史工作者黄家荣担任讲师 两个小时的课程每位学员都收获满满 如何提供最优质的导览解说服务 花莲知名文史工作者更是瑞穗优秀子弟的讲师黄家荣 图文兵茂具细名义的说明 而这是瑞穗香导览解说演习班的第一堂课 深入浅出的说明让台下参加的学员听得津津有味 更不忘做笔记记录 希望未来也能够成为优秀的导览解说员 说出自己故乡的善与美 可以让更多的了解瑞穗的地理文化历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瑞穗的点 它能让更多的人到瑞穗来观光 来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风景 介绍给所有的外来的游客 而且我们所采用的是那种社区的导览 因为我们在泛州中心 吉珍秀山桥这样子到青年寺 这样等于说把我们瑞良的最漂亮的 社区的风景都能够把它介绍 瑞穗湘生活美学协会推动社区营造产业 有感于近几年来 地方导览解说人力的消退 而线缩地方的观光发展服务 特别争取开办九堂课的导览解说研习班 吸引了20多位的旧与新智来参加 主办的协会理事长林玉美感叹表示 其实瑞穗早期导览解说服务产业相当发达 现在消退目落了 也让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扣分 因此希望借此来重振瑞穗 导览解说服务的凶风 我想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好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课程的传播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欢迎我们所有的相信好朋友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今天是第一堂课 往后我们还有九堂课 都是在我们这些社区活动中心来举办 欢迎大家 瑞穗香物产丰饶 多样的风景名胜 在地人文族群文化多元 瑞穗生活美学协会 希望透过解说员的专业导览解说服务 扣传瑞穗的美 带领游客民众领略瑞穗的美丽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